來各位觀眾 來看一下深櫃 不是深櫃 來深櫃 我把這個連結傳上去 你們花時間來稍微回答一下 那個很快 那個做大概五分鐘就做完了 但是你們要照著你們的直覺 你們要照著你們的那個實際狀況 而且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條件在 就是你不要超過 思考不要超過太久 等一下 你們不要思考 你們每一個答案不要 不要思考太久 來連結在聊天室 大家花時間 他有一個 他有一個限制說 12分鐘內完成 就是每個答案不要考慮太久 啊我至少他一一主播是R 啊 啊 啊 老師我已經做完這個策略了 哇 Jenny老師 好同學好同學 來獎勵一下 來老師來 來老師房間獎勵一下 欸Jenny講這句話的時候 感覺很可愛 說老師 我已經先做完這個策略了 老師 老師 對 不同的人講有不同的效果 來吧Jenny老師 我們先來分析你的 你是哪個人格類型 你打你的英文字母就好了 因為每個版本的翻譯不太一樣 老師 老師 但是有些比較討人厭的是 老師 尤其在人家快下課的時候 老師 我覺得這邊 要改一下 老師你這邊是不是寫錯了 那種就比較幾百 Jenny你是哪一種人格的啊 你的那個 四個英文字母來一下 他其他人趁這個時間來測一下 哦 我們的老師是INFP 誒這是你 近期測的嗎 還是你很久之前就測了 嗯 等一下我先開另外一個網頁 他有不同的一個 說明 來吧大家花點時間寫一下 哎我覺得這個真的蠻有趣的 因為 也是我也是我朋友突然傳給我的 我發現說 其實我對這種都參考而已啦 只是我發現說 他做起來怎麼這麼準啊 覺得自己還蠻準的呢 雖然這個東西是 不是他說的算 但是我就覺得他說還蠻準 對 可以看一下這個 這個再等一下再做一個總體的說明 哦 大概是像這樣 好我來看一下 嗯 嗯 INFP 哦前幾個禮拜哦 對啊我覺得最近好像蠻紅的 看一下來分析一下吧 INFP 其實哪一個人員呢 哪一個 是什麼人呢 好找完了沒有這個人 INFP在哪裡 在哪裡啊 哦看到了 調停者 哦來看一下我們 Jenny老師是調停者 看一下哦 調停者人格類型是 真正的理想主義者 他們在最後人或是尋找最好的一面 嗯 嗯 內心的火焰跟熱情能夠光芒四射 嗯 找到志同道合的人 他們之間的和諧 就像快樂跟靈感的源泉 看似冷靜內向 哦 哦 INFJ 搞錯 我在這邊念老半天 好我來找一下INFJ INFJ 可惟勒 哎對在這個前提之下 這前提之下哦 前提之下就是大家要用 平常心去測 就是用你最平常的狀態 像X現在有點火爆 有點受情緒影響 這個這樣測就不太對 對 用這樣測好像就不太好 對你要用平常心的 因為你如果在壓力之下 或是在一些 那個 壓力 或者是在一些暴怒的情緒之下 你測出來結果跟平常可能會不太一樣 來吧 INFJ 好看一下 在這裡我們的提倡者 好看一下看一下 是提倡什麼東西呢 提倡者人格的類型非常稀少 只有不到1% 哦 你這麼獨特哦 好像是這麼獨特耶 只有不到1%的人屬於真恐類型 不是懶散的空想家 能死地 腳到死地的完成目標 留下深遠積極影響 互相幫助 其實 我覺得你的人設應該是 我覺得 INFP比較 比較像 你有沒有覺得 我覺得INFP比較像 你看一下 你 你可以從座位或人事之間 人或事之間 尋找最好的一面 掌握色把它讓情況變得更好 看似冷靜 內向害羞 內心的火焰熱性 可以讓光芒失色 那你看 找到這種大火的人 的時候 像我們那時候在一起的時候 和諧 我們這些和諧 就是快樂跟靈感的源泉 嗯 凡是精子都未必發光 流浪的未必迷茫 腦兒迷間者不會凋零 生根者不會被瘋霜所觸擊 不是邏輯 通腦發熱使用性 當決定行動時 他們以榮譽 美好道德和善良為準則 嗯 我們知道自己是誰 但不知道自己能成為誰 我覺得這比較像耶 喔 我大學測過一次 跟上週測一直都是INFJ 好好好好 OKOK 那跳回去 真的喔 你測過兩次喔 那你覺得有準嗎 Jerney老師你覺得有準嗎 親身敘語卻很有想法 為自己的信念不懈奮鬥 堅決果斷 不會把精力 用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上 提倡者他們行之風格 就有創造力 富有想像力 充滿信念與感性 喔 就是一種那個 嗯 世界和平的感覺對不對 愛與關懷 然後世界和平 很容易跟他人建立聯繫 話語中烏暖感性有人情味 這個有 這個有 大眾 感性又人情味 而非純粹的 所及於事實 把他們當安靜的外向類型 是不無道理的 當做安靜的外向類型 對他們突然離開 喔他們需要獨處 喔他們需要獨處 對需要獨處 生命不喜 奮鬥不止 看一下喔 看有沒有類似的人 喔 馬丁路德金恩 哇 也是我們金恩博士 的類型 還有德雷莎修女 你看都是世界和平的 佛系代表沒錯 世界和平代表還有曼德拉 這是怎樣 Lady Gaga 喔 Lady Gaga 尼可吉曼 摩根廢底曼 上帝 欸 欸你是上帝欸 你上帝視角欸 那個 哥 哥 這叫什麼 那個 這個叫哥德對不對 哥德 哥德 雖然是世界和平代表 世界和平代表 好 可能處於勞累不健康或緊張狀態 對 所以其實像 俊尼老師這個人格 告白題目好多 亞拉鋼喔 欸對阿 亞拉鋼欸 喔 所以 那我覺得你應該算是 平凡中的不平凡代表 對 我今天要把每個人做總結 都是每個人 生而獨特 你們都是最特別的那個 所以像 俊尼老師這個就是 不平凡中的 欸不不不不不 平凡中的不平凡 這不平凡中的平凡 就是 平凡中的不平凡 沒有 我講的意思是說 他們這種 雖然 你呢你不講 我也不知道說 他的人格這麼稀少 人格這麼稀少 但是 你會覺得說 馬丁路德金恩 還有 德雷莎修女 這些人 你看 都可能是平凡的人 他們都只是個平凡人 像曼德啦 你看 還有 馬丁路德金恩 德雷莎修女 他們 都是平凡的人 但是他們有 不平凡的一個 特質在 他們不是一直平凡人 為什麼 通常都 通常像馬丁路德金恩 他是為黑人 發表權利的嗎 通常這麼多黑人 為什麼只有他可以突出來 對 雖然他最後的下場 不是很好 但是他願意把他的理想 世界和平 愛與關懷的這個思想 以上給大家知道 就像他的那個 內心的 內心的火焰 永不熄滅 所以 Junny老師 你應該會喜歡這位人物 你看 隨手就可以拿到 我們大哥沒有輸 大哥沒有輸 跟我們講說什麼 道理 大哥說 嗨 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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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不對 大哥曾經 曾經有個大哥這樣說 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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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他曾經說這句話 這代表說 他對於 世界上的東西 都覺得很好吃 所以他 本身就有熱情所在 他 大家好 大家看好了 主婦只會催絕你 這有機器的準備 準備被湊 那個有機器的就是準備被湊 要不然呢 要不然我要催你們機器 當然是準備湊你們機器啊 要不然就被被被催是不是 那Junny老師你去看這個 無限列車 你一定會覺得說 他講的話 心中的火焰永不熄滅 即使他爸爸看他沒有 還有他的弟弟 他弟弟沒有辦法到達下 像他這樣 把他的 爸爸看他看他沒有 但他的那個 還是很堅持的 他的 那個 愛與和平 愛與關懷 關懷身邊的人 然後愛 所有事上的人 對 他不會讓現場的人死去 對 然後他講了一句話叫 不賣 有沒有 Junny有沒有像大哥沒有輸 主播看一下這個 大哥沒有輸 為什麼演出頭髮很亂 因為大哥沒有輸 不是還有一張說什麼大哥輸的 就是怕他的頭髮輸得很整齊 我看完了哭到不行 對啊 對 來 我們來配一下那個 我們不能用 Lisa 唱的 Lisa 唱的話會被偵測版權 我們來聽那個合唱團的 那個叫做 哈希拉 不是不是不是哈希拉 哈姆拉 嗯 甜 哈里 天 天 天 這是有料的哦 五萬 五萬 他那個莉莎的MV長這個樣子 mv長這個樣子 tch mv長這個樣子 我來自我 我來自我 上學這站跟他講的話 不是射 fj已經結束了嗎 沒有我只講到第一個而已 來fj 花那麼多篇幅講第一個而已 好小沉寧小沉寧 讓背景音樂 出了啦大哥 來第二個是誰 esfj 我們來看一下X的esfj X要不照實際的狀況去舔 你不能像現在火爆的情緒 現在有點太粗暴了 不是太粗,是太粗暴了 ESFJ 來看一下 有點太粗暴了 ESFJ 沒有這個選項 有啦 執政官 執政官 執政官的詞就是受歡迎 這也合常理,他們佔了人口的12% 非常常見 啦啦隊或四分位 在聚光燈下讓隊伍走向勝利跟榮譽 往後人生裡執政官享受支持他們的朋友跟愛者的人組織聚會 盡一可能讓每個人都開心 他們是社會底層的動物 哦不是啊,他們是 他們是打從心底 的社會動物 哎呀講錯了講錯了 差點就口誤了 差點就失言了 知道朋友們的最新動向 沒有 沒有 沒有現場開走 沒有 沒有啦 講錯了,口誤了口誤了 來囉 他們是 他們是 那個啦,打從心裡的社會動物 國際編論不太可能維持直徑官的興趣 他們在於 遊行的實實在在的東西 例如提升他們的社經地位 社會地位 觀察他人的舉動,關注周圍的動態 是他們必做的事情 這個要從怎樣分析你知道嗎 因為他這邊都寫的比較籠統 我們一個一個分析 ESFJ是怎麼意思 來看一下 E是外向 這個有符X X其實算是外向的人 但是他的 外觀會感覺有點內向 其實他的內心是外向 ESFJ ES在這裡 質感 他是 他來怎麼樣認知這個 他用怎麼樣的方式認知這個世界 他是用實際的感覺 Sensitive 所以他可能會比較敏感一點 他可能屬於高敏感族群 他是屬於 Sensitive 就是實際的感覺 我一定要 實際的 踏實的感覺 不是依照直覺 好像我是N 是依照直覺的 像我們的Jennie老師也是N 對 Jennie老師也是N ESFJ 然後怎麼樣去做決定呢 會透過情感 但是我覺得你應該是思維 沒有情感 其實你情感吃蠻重的對不對 其實情感吃蠻重的人 都會有一個 都會有個問題 就是我有這個問題 就是會 太 太被情感左右 性別錯誤 怎樣你有GG 好 一次講你們兩個人 有我跟X ESFJ 對外向實感 這個都還蠻符合的 情感 其實我們也都有這個問題 我們F類的 看一下 Jennie也是F類的 其實我們都 遇到一些課題 就是說 我們太容易被情感左右了 對 就 這個沒有什麼 不對或不對 這沒有什麼 對或錯 但是就 很容易 很容易就會被 就會被 就會陷入那個盲區 對 你會覺得說 呃 在你還沒發覺之前 你還沒有發覺之前 你會覺得說 我做應該是對的吧 然後你會 急劇的 急劇的去拉攏 人家說 欸我這樣做應該對的吧 合理吧 那對阿 正常人都會這樣做吧 那殊不知這其實 只是你的主觀的 判斷 其實 一點都 可能 只是因為 比如說 你跟他很好 所以你會贊同他 這樣子而已 但殊不知我們 陷入盲點都不知道 他自己很開心 自己很開心 說你看 我說對嘍 我說對嘍 然後他這個賊是怎麼呢 判斷 就是他的生活態度是 對於外在世界是 用judgment 所以他是用判斷的 是或非 所以你看他對於台女的態度 就是說 你這個台女 你就是不會去 提升自己 不會去自我提升 你只是買來裝飾用的 只是要 吸引人家注意的 錯婊子 兩種這種感覺 judgment 對 所以是比較judgment 對 而不是知覺 而不是說 我是透過知覺 感受感受你的 是 我用判斷 F等於failure 沒有 沒有failure Dick FJ 什麼東西啊 你的想像力這麼豐富 你用什麼來認知世界 用Dick 認知世界 冷靜一點 我看一下有誰 泰勒Sweet 泰勒斯 泰勒斯 泰勒斯的歌其實蠻有料的 只是他太喜歡打炮了 看他每次的新聞 都不是他出什麼新歌 他每次的新聞 都是他跟誰分手 一下跟洛基 一下跟誰的 然後每次跟分手完之後 他都 他都創造出很多很好聽的歌 所以有時候會期待他分手 因為他分手完之後 的創造力真的是很驚人 所以他寫很好聽的歌 哦 比爾科林頓 哦呦 珍妮佛 是誰啊 珍妮佛羅培茲 沒有啦 不是 真的有珍妮佛羅培茲 剛才真的有耶 珍妮佛羅培茲 沙利斯 呃 影集的我就不認識了 對 所以就是 不喜歡衝突 用盡力來維持社會秩序 比較喜歡周全有計畫的組織行動 對啊 所以 而且想法一旦被否定 或別人對此毫無興趣 就會傷害他們感情 這跟我有點像 其實跟我 我是 我個人是這個 我個人是ENFP 所以跟我有點像 ENFP 對啊我們有大部分都很像 每個人都來自不同背景 別人的不感興趣 並非有意針對他們的組織行動 只是不適合那些人罷了 對 所以其實我們對這種 比較高感的人 都是要看開一點 Bingo答對了 用心愛維持社會秩序 Excellent DickFuckerJr Jr Jr是啥小 二四是不是 還是三四 這怎麼是不是愛打炮 Excellent DickFucker 柯林頓在擺空打炮 柯林頓是那個 那時候 柯林頓是跟誰 柯林頓是 柯林頓是 是那個嗎 欸 偷偷來那個是欸 那個是 啊那是甘乃迪啊 甘乃迪帶那個 夢露嗎 甘乃迪帶馬力連夢露 去白宮 柯林頓在白宮打炮 Aker一組的 Fucker Fucker最好是Aker一組了 對啊他 因為你們感知社會的方式就是 和諧的關係嗎 總是跟每個人聊天嬉笑 他們投入絕費點到為止 啊這個是真的 很 很會發自內心 傾聽朋友的感情跟動向 會記住細節 並準備用溫暖的話語 和細膩的情感 表達自己的想法 欸這種我跟你講 我必須跟你們說 女生很吃這一招 像我們這種行的就不行 我們這種太直接的 而且我們都會 分享自己的那個熱情 對啊這個不一樣這個是 他會傾聽 然後在很細膩的表達 這表達出來就有差了 女生很吃這一招啊 你看 俊逸老師如果 俊逸老師如果想要 要安慰的時候 X去給他很溫暖 很溫暖的話語 跟細膩的情感表達 哇大眾 如果發現事態不對勁 方理產生緊張的氣氛 他們很快捕捉到 並努力讓所有人 恢復到和諧 細膩敏感 對啊 所以等於說 柳柏X這種人就是 太細膩 高敏感族群 你們去測一下 他們有另外一個測驗 叫做高敏感族群測驗 說不定你們都是所謂的高敏人 對你們所謂的高敏人 很敏感 就是一下刺激就射了這樣子 太敏感了 他們適合做的事情 就是他們最擅長的事情 成為一個榜樣 解決利能所及的事情 享受別人對他們 努力付出的感激 最大的挑戰就是 別人的反對跟批評 所以 記住 不用在乎人家的反對和批評 是生活的一部分 講得非常好 吃我下面 泰勒打泡寫歌 對真的是 真的 泰勒輸的真的是打泡寫歌 打泡寫歌 然後分手寫更屌的歌 他打泡的時候寫一些 love story之類的 marry me julia I'll be waiting 然後分手就是 創造出 就是更屌的歌 to tell me the baby to tell me the baby to tell me the day 都很好聽啊 真的找Janny要準備好當轉接頭 你要被他男朋友鋼是不是 哎不行哎 不要染指我的Janny 不要染指Janny老師好不好 多謝你是第一位 抱歉 跟千千一樣敏感嗎 千千就是個臭台女 哦沒有了沒有 沒有了 大可不必大可不必 大可不必 一個問20分鐘很久吧 主播說別人一下 嘿嘿 20分鐘很久 沒有啊 我是說鄧家華 我是講鄧家華 說20分鐘算蠻久 你覺得我在乎嗎 我這麼明目張膽 臭台女 好了啦 X哥 好了啦 特哥一直哥 單立一個UC姐 甄妮姐 對啦啊這只是一個 沒有啊 因為你現在處於火爆狀態啊 所以我跟你講你心平氣盒再測一次 你心平氣盒都再測 再測一次 再測一次 不是再測一次 再測一次 看一下 我們的 好 下一個是我們的AOI OEL是INFJ 看一下 哎跟我們Janny老師一樣 你們都是屬於世界和平的 哎對了我覺得 我覺得 OEL真的是屬於世界和平的人 就是 就是 那個 會 有他在就有一個安心感 一個安心感就是說 就是安心亞 不是啊 這個安心感就是說 就是 他們會讓整個狀態變得很和諧 哎這讓我想到Janny那時候有一次啊 我們必連會跟 反正我們 音樂組就是 就是很反骨啊 反骨男孩 我們是反骨男孩跟反骨女孩組成 那天好像是音樂舞台的事情吧 舞台事情我跟 玉倫還有跟X 幾個要去理論 但是有幾個 就是我們還是會帶著比較一個 衝動的一個狀態過去講 我個人是還好啦 另外一個人比較衝動 那過去講的時候 那個Janny老師那時候就說 來你們先 你們你們先等一下 我先去講 然後Janny就是用很柔性的方式 把 會長還是哪個幹部忘記了 把那個 地連會的幹部 說服了 對這就是一個世界和平的表現 就是他有這個能力 有世界和平的表現 但同時他也是一個 女性 女性能力的 女性的力量的一個象徵 女性力量為什麼之所以可以這樣 因為你男生跟男生 通常就是說 B大聲的嗎 別人說 你不借我 之前當初不是這樣怎樣 他說 你這什麼態度 就是跟你硬幹嗎 就是男生一定會互相幹來幹去 那女生 不可能就是 你突然比如說 要來幫忙 調停或勸架 或者是要 或者是要那個 要那個叫做 要 中間要 調停的嘿 就是要去 要去緩和氣氛的 不可能是 跟著一起嗆 跟著一起嗆 那個就是女漢子 女漢子就是 不在我們討論範圍裡面 就是不可能說 女生來 講更大聲 我說 你管小 能跟大聲 不會 女生反而就是像 那個斯卡羅裡面 的那個爹麥 或者是像那個 有看茶巾嗎 茶巾的那個 林玉涵那個角色 所以他去的時候 反而不是去硬幹 而是用女性溫柔的力量 因為女性 男人可貴的就是那個 陰性的力量 好 EAR內向 陰性的力量去說服 人家說 我們用別的方式 啊你當初講的這樣 沒關係 我們現在有一個 另外一個方案 可以去做 去做一個協調 所以他們是很適合協調的人 所以你的朋友 都是和平跟打炮的 對啊 現在兩個和平兩個打炮的 背骨男孩 love and peace 接龍起來了 照樣照劇是不是 I love pussy 你是不是在看我們老師沒有 我老師也可以很兇 有啊老師很兇啊 老師很兇 兇起來的時候特別可愛 沒有沒有沒有 敬愛令 主播什麼人格 我的人 我先把大家的分析 我看 那J80是什麼人格 C80是 你看 嗯 怎麼找不到 C80是哪個人格啊 哎啊希望素咧希望素 希望我们的苏爸爸 苏爸爸怎么做到一半说 靠北题目好多就走了 那你真的是很废哎 你买那个AOC的荧幕就算了 然后还不把他做完 那AOC的荧幕是没办法显示题目啊 那AOC AOC的荧幕是没办法显示所有题目啊 是不是他被切编了 还是他闪烁啊 呃还是没办法显示没办法显示题目 呃改一块荧幕了啊这么烂 绝巴铃说撤出来完全相反 尔兰 哦探险家哦看一下 依泽瑞尔 为什么是依泽瑞尔啊 右下角的口水插一下 依泽瑞尔看一下 探险家在哪里啊 哦看到了 你撤出了另外一个我 在这一天我会变化 醒来时是一个人 睡觉是另一个人 哦 这就是武藤游戏的概念啊 只不过这个出来是DTMS disgusting 台湾ese male streamer 花那么多心力在那边臭 没办法你这个 你这也 太用心了吧 太用心了 还去还去找那个哎 还去把它组合起来 哦 J80是真正的艺术家 并不是说他们是 通常意义上的兴高采烈的画家 他们通常精于此道 会用审美设计选择 来打破 社会常规用美感来行为 先敦覆传统的期望 哦 不要控制我 所以J80可能是 本身是 不喜欢被控制的一个人格 不喜欢被控制 呃 思想比较活啦 但是他有一个就是说 他有时候是一个人 有时候是另外一个人 就是雅图姆的概念 他心里有一个雅图姆 对 与人们想法联系会 他们让他们哦 这个很还蛮像的哦就是 他会感知这个世界然后跟人交涉 然后他们联系会让他们深受启发 乐于重新解读这些联系 对 他会很乐于就是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哦 去 感知他们去去感受他 自身的视角来重新实验跟发明 哦探索跟体验 营造出这种自发性 哎探险家们看起来变化莫测 甚至对亲密朋友跟属外的人都是如此 但是哦对没错 在那里是内向型 真的是内向型 不要怀疑 他是属于怎样呢 好大家是不是看到的 N加T S加P N加F 他是属于S加P 经验主义者 就是 I内向 然后A实感哦 他也是用Sensitive 然后情感来判断的事物对 哦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 哎所以我们之所以会聚在一起 其实都是因为我们是F的人 因为如果是T哦 思维导向的人会觉得说 你们这群人都在讲干话 不怎么不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呢 然后我们这个F情感导向的人会觉得说 你干嘛这么认真 人生干嘛活的这么累 人生干嘛活的这么认真 对不对 我们就情感导向的人 然后P就是那个直觉 哦靠直觉 我刚刚看到 多跟别人交涉什么什么 内涉 警官打完手枪再撤后 被德雷莎修女 你说 还没测之前是特斯 哎还没测之前是 泰特斯 然后测完之后变德雷莎 狗梯 臭吗 乱命一条 社交 想找各种方式来释放自己的激情 哦释放 就是很很喜欢 抛枪的意思啊 没有啦没有啦 赌博跟极限运动有吗这个有吗 他可能是内心呢 他是想形容内心的不一定是 不一定有实际做出来啦 就是他们内心 被批评的伤害到结果都很糟糕 其实这个就是sensitive的人 可以承受友善的作词的评价 意义存在生命的每个角落 其实我觉得可以透过这个来了解自己啦 因为 通常我们构筑自己都是透过别人的评价嘛 但是有时候我们要多了解自己一下 多了解一下自己 了解说 可以透过这个测验 发现说 是不是实际上内心的自己 对说不定你内心 不是你所想的那样 也不是 大家所评价的那样 此刻谨记主动成长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 这一点很重要 对 所以说你们要去了解说自己是什么样的 像 可能自己 内心中还有另外一个雅图姆 还没有被唤醒 小时候是不是有跟爸爸去钓鱼 然后把鱼偷偷带回家 还冰在冰箱 我这会不会还打炮 冰在冰箱 啊最后讲一下我的好了 我的这个是 那这个是哪一部啊 跟爸爸去钓鱼 然后把鱼偷偷带回家 爸爸捕鱼去 哈哈哈 去的主动我自行之后 发现自己很喜欢打手枪 啊不要这样子 我都释放自己的激情 你也会释放自己的激情啊 所以 在 你身边的人都会感受到你的激情 都会 就是会被受鼓舞啊 然后至少 那个心情会 就是 受鼓舞就会比较愉悦 往路用的不够多 我看一下哦 是谁啊 钓鱼修女 你讲吗 这个我真的不懂哎 你是看了什么东西 研究生有这么压力这么大吗 好我等一下看一下 这个感觉好像是怪怪的东西 还是可以播吗 你可以播就传连结啊 你又可以播的话传连结 来我是这个竞选者 Junney 老师 Junney 老师 我是竞选者 你用什么模式的方式我不关心 我想知道你的追求 跟你是否敢于用梦想 触碰你内心的渴望 你的年龄多大我不关心 我想知道你是否愿意像一个傻瓜一样 不不愿风险 为了爱 为了梦想 还有活着就该有的风险 他就是本身我们是自由 自由精神的人 我们是场 聚焦 是我们是聚会上的焦点 但是眼前的兴奋与快乐相比 我们更享受 跟人建立的社会 以及情感联系 对我们会 我们很像我们这种人就是 我这种人就是 喜欢人与人之间的连结 富有魅力 独立 尽力充沛有同行星 对 一个想法可以改变世界 他们长袖善无愿意讨好他人 好像在臭哎 对 带着旺盛的好奇心 充沛的精力去领悟眼外之意 对 我记得他有一句 我记得他有一句说什么 看一下 转换速度之快 所以我们的缺点就是3分钟热度了 然后但是我们可以 让周围的人感受到很大的能量 因为我很会表达 我相信 哦我记得有个很好笑 看一下是不是这个 嗯 哦对这个 新观点新思想很感兴趣 虽然经常半途而废 这个本来就是了 然后风趣友善待人 这个都没关系 深知的热爱的人们 第三个是怎样 喜欢装风卖傻 很快融入到更庸俗的人群当中 是在臭是不是啊 好像有人在臭哎 是说小丑吗 小丑人格 等一下我还没讲 你们就在 小丑人格 小丑表演 差不多 不怪你原来是天生的小丑人格 不成熟的ENFP 有点自恋 希望大家都是很 认为自己很棒 很迷人 水域而安 急易适应工作环境 这是真的 有强烈的信仰 应该是算有 聪明 融入到庸俗的人群当中 是怎样啊 16型人格实验完 原来我是小丑 这好像不用测就知道了 好像不用测就知道了 小丑人格 不过是擅长社交的男人 卷貌小丑 又三分钟又小丑了 哈哈可悲 那我不要继续讲了 等下我觉得 这个16型人格 有部分都在开臭 ENFP小丑 我们的 你看 但是我们的人都很厉害呢 我们的 代表人物都很厉害 你看 劳伯道尼 劳伯道尼 这是演员 坤丁塔倫提诺导演 RM这个是BTS的 不太认识 然后 还有那个威尔史密斯 哎呦 那这样我不就是会去 打巴掌那个 威尔史密斯 你看 都是有名的人耶 Spiderman 哦对 Peter Parker 我们像peter Parker一样 对啊你看 都是有名的人耶 这就行人格车丸 原来我是爱打手枪的人 不要这样子 不要这样子 哎呀 这个没有好也没有坏 只是要让 自我探索 我觉得除了我今天讲完之外 你们可以再上youtube 找一些 像我今天找一个 讲的还不错 看一下你们可以找这位 这位老师 这个雪莉哦 雪莉 哦 珍妮佛罗培茲 不是那个雪莉哦 对 他有 讲你的16型人格解说 去听听看 大家上班的时候 啊不不不 大家 通行的时候可以听一下 通行的时候听一下 他讲的还不错 给你一个很客观的建议 他不会 去很 不会去说很武断的讲怎样 他只是去分析 还不错 entertainment number fourth person 不要再硬要 硬要凑什么 fourth person 当不了第一名 如果结果是J就完美了 为什么 ENFJ哦 看一下 ENFJ是谁 ENFJ主人公哦 哦 领导者 哦对嘛 我们应该是这种领导者的角色 也是一样啊 充满激情魅力四射啊 这个就是很有吸引力的 比如说像 寒岛他们 就是天生的领导者 没有寒岛应该不算 就是像那种 应该 他这个角色应该会有那种什么 欧巴马之类的吧 哎干真的有 对就是会有像欧巴马那种角色 班奈弗列克 还有欧普拉也是 还有那个 伸妮婆劳伦之 对 哎呦 还有那个嘞 速度与激情的那个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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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 那个 傲慢与偏见 傲慢与偏见的那个伊莉莎白 哦他们也是领导者 成本 safe for jenny 哼 好像也會說哪些人格 比較合哪些要遠離 喔 這個 這個我們可以下集再討論看看 哪些跟哪些比較合哪些要遠離 其實我會覺得啦 我會覺得我們都是用 F齁我們F人都會比較合 你看現在在實況中的各位 都是屬於F人最多 就是我們會用情感來做 判斷事物的方式 我們會用情感來支配 所以我們是比較豐富情感的人 比較不是那種 拍到底的那種 對有些人就是用 透過思維這些就是拍到底的人 小丑到哪都可以 頂級小丑 你要成為小丑中的霸主 小丑中的霸主 還是小丑 小丑先來嚼嚼著 好好的 聊天室好像一直在臭 好像還 我真的在那邊 然後 在那邊